我若有千磅英斤 中国可以全数之取 我若有千条性命 绝对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 不 不是为中国 是为基督 我们有可能为上帝做太多吗 上帝的工作 如果照上帝的吩咐去做 绝对不会缺少上帝的供应 上帝一定会供应我们一切所需要的 顺服上帝 即使看起来有危险 也是最安全之途 如果我们肯顺服主 则该负责的是他 不是我们 有时 极小的是能左右生命的方向 神要我们在患难中学习的 东西比在患难中发生的事情更重要 沉重的苦难代表更深的祝福 试炼不能阻挡我们的工作 反而会使它开展的更宽广 绵延 四十年来我将圣经反复试验 今天我的信心比四十年前更坚强 圣经里所有的应许都是真实可靠的 对神完全的信靠就是福 神常常试验 却从不遗弃 如果你想走信心的道路 不要期待你能透视未来 在旷野 神用云柱火柱带领以色列人 但他们不知道云柱火柱何时升起 升起之后往哪里走 我们的情形也是如此 我们跟主的十二门徒一样 了解得很慢 很小心 很容易失望 可是他们没有离开的 继续与他同行 今天 主也要同样在我们身上做工 依靠主 只要你信赖他 他必眷顾带领你的此生和永生之事 不信的人只看到难处 但我们的信心却叫我们向主仰望 自从神教导我 忧虑是他的事情之后 我就不再知道忧虑为何物 我的责任只是在讨他喜悦 如果我在他的光中与他同行 我就不觉有何重担 无论何事都信靠他 你就永不失望 如果我们能将所有的忧虑 谢给他 凡是满足他的旨意 全心全意信靠他的爱和智慧 我们的生活将会如何的充满了喜悦 平安和赞美呀 上帝是一个行动的爱 那为帮助我们的 比一切反对我们的更伟大 只要是与神有关的 没有一件事小事 若不是神的圣灵日夜浇灌我们 我们周围不信的环境 早就把我们往下拉了 我们要的不是一个伟大的信心 而是一位伟大的神 如果我有一位无所不能的父亲 我又何求于一位一无所能的人呢 即使你毫无知觉 神也在带领你 那位看不现的领导者 常以我们事先不能预料的 另一种方式 行另一途径 带我们到达目的地 信靠他的人 神永远给他出路 也不将超出他能承担的试探夹给他 这就是神信实的一个明证 没有任何一件患难 神不亲自处理 神预备将我们所要的一切赐给我们 只要我们需要的 上帝花了多大的力气 才让我们知道 没有我们 他也能成事 耶稣与我们距离之近 远超我们的想象 他从不使我们失望 撒旦极其强而有力 但是上帝更强 更有力 哈利路亚 上帝绝不犯错 所有的艰难都是上帝显示他自己的据点 神不会将他的圣灵给那些渴望为之充满的人 他只将他给那些顺服他的人 上帝是一个极慈极善的父亲 他绝不忘记他的儿女 上帝的爱保守我们 赐福给我们直到今日 他的爱是不变的 也为上帝是不变的 对于未来 我们毫无所知 但是我们认识昨日 今日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那位 我们将双手放在他的手中 并祈求请带领我们 在神所说的 即由圣灵末世所写出来的每一个字上面 我们都能建殿堂 神与我们同在 只要我们谦卑地与他同行 我们的神 为我们预备了一切 我们只跟他有关系 只对他负责 我们的能力在于他 因着他 我们能坚守困苦 若非有他的双手 我们将轮在悲苦中 承受反击 忧伤 失望 他赐给我们的喜乐 是双倍的喜乐 一天当中 没有任何时刻 比得上清晨更适合于主灵教 清晨就该将 树秦的贤位这一天调好 我们一定要腾出时间 朝见上帝 我们念再多的圣经 还不如从深部挖掘 以得资源 另一方面 我们所念的也不能太少 逾越节的羔羊 必须完全被吃掉 神的话语也是一样 也唯有如此 神的话语才有用处 每天早晨 我从神的话语当中 吸取新的信息 然后把这信息传递出 是无分巨细 只要你对他有信心 上帝必垂听 应允你的祷告 真实的祷告要求能力 只有与神的旨意 一致的祷告 才能蒙垂听 我们唯一的需要 就是建立与主的关联 每个人与他有真实 活泼的沟通 如果我们能将此事牢记在心 则几乎所有的困难 都能避免或减轻 祈祷对于形成我们性格之主 更甚于外在的环境 试想我们外在的经验 有多少与我们 带到神面前 最深刻的祈求相符合 一个宣教式的生活中 最困难的就是规律 持续 伴以祷告的读经 撒旦可以找出 任何比读经 更重要的事来做 即使那是最微不足道的 一件事 带岛上的松懈 无疑是为敌人 开了一扇门 在神的国度里 最大的危机 制胜因素是祷告 人在独处中 常会以另一种方式认识神 如果我们真的愿意 走在神的光中 真的愿意 与世上可怕的 征战正面交锋 我们要学习想得更广 祷告得更深 无神的人 常常有许多属世的智慧 但是神的儿女 却必须当心 他们给我们的忠告 神的话语 比这些忠告者 能给我们更多的智慧 心灵的关怀是什么 你如果了解的话 心灵的关怀 就是借着祷告 圣灵的力量 爱与行动 深律和忍耐 在我们犯错时 唤醒我们的良知 把我们从迷途中 带回正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